那如果在中華也有 這是中華關懷的文革基金會 在台語文豐區基盤用 台語教人拗隔骨仔的課程 來參加的民眾都說吃什麼 一顆一顆隔骨仔 經過老鼠的水平 已經開始有腹部的形態 走出來了 但是學官哪有風 哪怕隔骨仔會破棄 這是中華關懷文革基金會 在台語文創意訪問 基盤的台語拗隔骨仔的課程 讓小孩拗動物造型的隔骨仔 又有聽台語講台語的機會 關懷文革基金會表現 他們有幾位很多不一樣的活動 都是希望台中在新華中 能夠提供單一的機會 請求這邊的隔骨仔課程歡迎得真好 今天在課程當中 花彼生隔骨仔快樂講台語 記者雍蘇貞 中華報導